一生渴望功名 渴望征战沙场的诗仙李白 晚年不顾病体坚持从军 这是为什么呢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李白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憾 诗仁慕年壮心不已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 李白晚年从军的故事 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李白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李白他就带着家眷 一路南逃到了庐山 在那儿隐居了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他长安的朋友 韦子春找到他 邀请他加入勇王李林的阵营 他觉得自己终于等来了一个 实现自己政治报复的机会 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唐素宗和勇王之间的矛盾 他还幻想着辅佐勇王 还以为是在帮着朝廷里的 那个皇帝打天下呢 那后来的事情呢 我们都知道了 李白因为参与勇王李林的叛乱 还在征途中啊 为李林写下了十一首 勇王东巡歌 后来呢 李林兵变失败 而李白呢 也因为这些诗歌铁证的牵连 被划成了政治犯 关进了巡洋监狱 一年后啊 又被流放夜老 但是呢 天不亡他 李白人还没到夜了 刚走到白帝城 他就收到了朝廷 大赦天下的诏书 此时的李白 已经59岁了 59岁重获自由 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经历了这一次波折之后呢 李白啊 回顾了一下自己艰难的一生 他发现自己啊 真是太不顺了 从小立志报国 四处干夜 却屡不得志 好在这次啊 能赶上百年不遇的天下大赦 不然啊 真是要命丧夜郎了 那收到社照的李白啊 当天就乘着小船 沿着长江往江陵东去 还顺便呢 写下了一首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春山 我们看他的这种迫切啊 早晨从布满彩云的 白帝城出发 一天呢 就可以到达千里之外的江陵 归心似箭 喜悦之情是异于言表 那两年之后呢 李白在江东啊 忽然有一天 收到了河南副元帅 太尉兼势中李光碧将军 要出镇临槐的消息 他激动的呀 是老泪纵横 彻眼难免 本来李白以为自己经历了这么多起伏 早就看开了 可是当消息传来的这一刻 李白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内心的梦想之火 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所以呢 他也顾不上 此时自己已经61岁了 身体上呢 还是各种疾病 他只知道 这次可能是自己实现政治报复最后的机会 所以他一定要去 哪怕只是一个小兵的身份 那想到这里呢 李白立刻向朝廷请英出征 随后呢 他身穿盔甲 手跨宝剑 主着长枪当拐杖 信心满满的 一路东行 奔赴战场 我们想想看啊 一个全副武装 却又步履蹒跚的老头 那个场景 多少有些悲壮 可是理想是很丰满 但是呢 现实却很残忍 李白才走到精灵 就病倒了 第二年 李白呀 就在疾病和贫穷中 抱憾离世了 可是尴尬和讽刺的是 就在李白去世后的一年 唐代宗即位了 有一天 有几个来自京城的使臣 送来了一封诏书 诏书的内容是 代宗皇帝任命李白为左时宜 即日进京赴任 只是这个好消息啊 李白永远都收不到了 那个为入室奔走一生的李白 就这样陨落了 他用狂傲天真执着 去跟理想对赌 他一路追逐报复 却始终不忘初心 正是那一份超脱于常人的赤诚 让李白将自己的人生 活成了一首浪漫史